Hello 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這邊跟大家空中聊聊天 今天呢 我們開始一系列精彩的節目 我們從今天開始呢 開始跟各位聊聊 我在2011年我去日本半個月的自住行的行程 當然啦 我們先跟各位強調 我們這個節目是講汽車的 所以呢 我並不是要介紹說 哎呀 我去日本的什麼山川民盛區遊覽 不好意思 我在那個2011年這一次的旅遊過程當中呢 我有一個最高的指導原則叫做 車関係ない場所が一切行かない 翻成中文就是所謂的 跟汽車無關的地方一概不去 沒錯 也就是說在這15天14夜當中呢 除了頭尾兩天 為了要搭飛機 基本上中間這13天呢 天天都跟車子為伍 天天都是去一些有的沒的汽車的景點 其實不要說各位羨不羨慕啦 我們現在節目錄製的當下呢 疫情當道 有很多地方呢 進出不是那麼自由 甚至有很多地方都已經關門了 所以我在做這集節目的整理的時候呢 哎呀 我也是覺得好在當年我有去過 甚至當年的3月2011年3月 各位就記得發生了所謂311的海嘯事件了 當時我覺得哎呀 好在我在前面兩個月 就已經先去過了 只是沒料到這個時過境前十多年了 始終沒有機會再踏入日本 那麼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什麼時候呢 我們才可以這樣自由自在去日本 進行呢去各著景點觀光燒殺魯略呢 哎呀 真的是遙遙無奇 所以沒關係啊 這個我們呢就透過我這個回憶 帶大家重新去重溫這一段 美好精彩的那段歲月 好的 那我們呢這個 在切入正義之前呢還是跟各位稍微叮嚀一下 其實呢不管你今天你要出國旅遊 或是在島內觀光什麼的啊 不管你要做什麼事情 記住啊 事前一定要做好功課跟規劃 我呢是在2011年的1月初去日本的啊 那我是在12月初的時候就開始在規劃了 雖然說在規劃非常的煩啊 因為你常常想哎呀今天要去哪裡啊 這個人有沒有空這個地方有沒有開 要不要預約要怎麼訂飯店什麼 很煩是沒有錯但是我必須講啊 這些煩到你出國的時候都非常的值得 因為呢你在外面的人生地不熟 語言又不通對不對 那什麼環境你都不了解 所以呢如果你在事前沒有做好功課的話呢 到外面會變成一場災難啊 那還有就是說你在排行程 像我這樣子是兩個禮拜的行程 我們都建議這樣子 你雖然是這個出國玩很開心啊 這個體力非常的充沛什麼的 我告訴你人就是有一個極限的啊 所以呢我建議各位啊 第一天不要安排什麼行程 第一天就是調整時差 適應環境輕鬆一點 那麼二三四天呢 慢慢的加強你的這個行程 到了第五天呢 又慢慢的收了啊 六七天呢要稍微休息一下 就當作你在一個禮拜 我們通常禮拜一呢 是還在呼呼二二啊 還在假日症候群嘛 禮拜禮拜三來開始衝 禮拜四繼續衝 禮拜五呢 準備要放假了 開始放鬆心情了 我覺得在出國玩的時候呢 也是要用這種步調 不然呢你到第八天第九天 你會很難走下去 尤其你要是不小心生病了呢 那就比較麻煩了喔 那除了這個排行程的建議 這個排行程的撇步之外呢 我們還是跟各位建議啊 出國玩呢 相機的電池記得要代購 當然啦我們現在手機非常發達 在2011年那個時候 手機拍照的畫素 還沒有像現在這麼的誇張喔 尤其是手機拍出來效果 像iPhone拍出來效果 這是不得了 但是呢 如果你對於這個照片有些要求 我還是建議你啊 你還是用這個相機去拍 因為手機它再怎麼拍啦 它這個景深不是很夠 而且呢它的畫面 這個鏡頭就這麼小一個而已 所以它能夠到底有多大的成像力 雖然說哎 手機拍出來的照片很漂亮啊什麼 那都是後面這個後製的啦喔 真正你要登上大螢幕了喔 真正你要拿來用的呢 還是用這個相機比較好 那你如果願意帶相機的話 強烈建議你啊 相機不是帶不是帶相機就好了 電池要多帶幾顆 你不要說啊 我這電池就帶個兩顆就好了 因為基本上出去外面喔 什麼東西看起來都很新鮮 尤其是我們喜歡車的 出去哪裡就要拍車拍到哪裡 尤其是白天啊是不是 像我自己出在外面喔 這個只要是這個在外面晃的時候 我基本上相機是不會關鍵的 看到什麼就拍什麼 噼啪啪啪咔嚓喔 那麼相對的電池就很重要 而且還有一點容易被人家忽略 是什麼呢 嘿嘿你總是要多帶一些充電器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外面呢 哎呀整天這樣子走啊 拼啊什麼 你可能回去飯店就已經累了 癱了棒就死在床上了 那麼你的充電怎麼辦呢 你可能只能拿一個充電器充一個晚上 你總不可能半夜調鬧鐘起來吧 對不對 所以呢你可能隔天就剩一顆電池可以用了 假設你前一天已經把電池都給打完的話 所以呢我當時我記得我帶了8顆電池 4個充電器 我再怎麼樣我確保我明天有 第二天有4顆電池可以用 每天我至少都有4顆電池可以用 所以呢這也是一個小小的撇步 教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麼講到日本呢 很多人會覺得 哎日本的這個物價很貴啊 是不是這個住宿 這個什麼移動的交通很貴呢 這邊還是跟各位老話講一句 你只要有做好功課 就不用太擔心了 日本的飯店不一定像各位想像中那麼貴 但是我必須講 我非常不鼓勵各位去住那種膠囊鋁社 膠囊鋁社那個真的管理真的是很很複雜 我很不喜歡去那種地方 我覺得那個出入的分子也很複雜 因為其實你可以找到 在日本你可以找到 類似膠囊鋁社售價 但是一般鋁社的這個飯店 我這一次呢在大阪就住到一個傳說中的萊山別館 這個地方真的是讚 雖然他住起來很像宿舍 他沒有自己獨立的衛浴 但是住起來乾淨舒爽舒服 最重要是超級便宜 一個晚上只要台幣800塊700塊 超級便宜 而且現在還是這個樣子 我特別為了我們做這集節目 不是說我報的是這個10年前的價格 不好意思 我呢為了做這個節目 所以我還特別上去網路上確認一下 他現在還沒漲價真的是厲害 一個晚上還是七八百塊 而且呢包月另有優惠 像我這次本來還想說 我是不是跟他包半個月 至少我有個倉庫可以放東西 當然後來我有找到倉庫的替代方案 所以我就沒有這樣做了 也就是說呢各位 你如果覺得飯店很貴的話呢 那你就多做一次功課 日本真的找得到那種經濟實惠的飯店 那再來呢就交通移動的問題 很多人會問要不要買JR PASS 我覺得呢要看你的行程狀況 像我這一次呢 因為我要往來這個關西跟關東地區 我的移動範圍是很大的 我常常要做新幹線什麼的 如果你沒有要做新幹線的話 我覺得其實你可以不用買JR PASS 為什麼呢 雖然JR PASS會讓你覺得 哎呀你看我進去那邊都不用付錢 耶好爽喔 可是你自己回來實際算一算喔 你不一定滑得來 像我這一次我有算過 因為我搭了很多次新幹線 所以呢我前前後後一來一回 我買JR PASS的錢 讓我省下了一萬多塊錢的台幣 但是呢如果我沒有搭這些新幹線的話 我發現其實JR PASS滑不來 因為JR PASS是要錢的喔 我當時買JR PASS 我記得是買兩週券喔 兩週券花的台幣是一萬六千塊喔 甚至比我買的機票還貴 當時我飛這個中部國一機場呢 飛來回的含稅價是一萬兩千二 現在這個價格不知道還有沒有啦 現在好像機票價格漲比較多 但是呢我實際上算一算 我JR PASS滑得來 只是如果我都做單純的JR 而不是新幹線的話 那是絕對滑不來的喔 而且JR PASS它也不是無敵啦 它在新幹線這邊呢 這個最快的車種 Nozomi不能搭 它只能搭Kodama跟Hikari 這兩種車種 那這兩種車種呢 它當然稍微慢一點 而且它班次少很多 所以呢你的這個旅行時間會拉長 這邊各位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啦 所以呢我基本上還是跟各位講 如果呢你沒有要搭新幹線 常常要搭新幹線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不用買JR PASS的 你只要如果說尤其是你在當地 比方說在一個城市這樣子換而已的話 那其實它裡面的這個城市 有自己的這個什麼周遊券什麼的 你買那個會比較划算 這個當然大家還是要做好功課 至於呢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我這一次的行程呢 是從中部國際機場 這個這樣子往來移動的喔 那這個選擇的方式呢 其實我們一般台灣人去日本自助行呢 大概就是關西國際機場大阪的 還有中部國際機場明古屋的 還有這個這個這個東京的成田跟雨田 那我強烈建議各位喔不要去成田 真的 因為成田機場它不在東京 它在前夜 然後成田機場呢它去東京呢非常的遠 就像我們台灣的這個桃園機場 你要跑去這個台北市呢 還是有一段距離 不好意思喔 這個你從桃園機場到台北呢 你坐車大概一個小時不堵車的話 一個小時一定可以到 但是呢你從成田要到東京市去呢 嘿嘿不堵車兩個小時 而且呢這個車資非常的貴喔 它的那個就像你搭那個什麼火車 那個也是貴到不行啊 非常的不方便啊 尤其什麼尤其你移動的時間 那我們都建議啊 你最好就是如果你要去東京的話 最好去雨田 哪怕機票貴一點 因為time is money 你如果要去成田的話 你從東京來回 至少就要抓五個小時啊 那有時候你要趕飛機的話 那會更加的刺激 反過來呢 呃我也不是很建議說 啊那我是不是可以從中部國際想進 然後從成田或是雨田出呢 我也不是很建議啦 因為你要看航空公司 有沒有這樣的航班 而且通常他會加價 像我呢 我這次的行程 因為我要去東京 然後又要去大阪 那我就選擇中間點啊 中部國際想進出 欸後來也證實了 這樣做是比較方便的喔 那至於呢 航空公司的選擇 這邊還是跟各位叮嚀一下喔 千萬不要為了哈日 去選日本國籍的航空 當然你如果說你今天 你要這個什麼連架航空 什麼樂陶什麼那個怎麼樣 我是不大清楚 因為我是不搭連航的 畢竟我這個人行李一大堆 那麼這個在選擇這種普通的航空 千萬不要去因為哈日啊 去做日本的航空公司 因為那會讓你的夢想幻滅 我們知道一般我們聽到 日本一般的航空公司 所謂的ANA 全日空跟所謂的JAL 尤其不要搭JAL 因為呢你搭過你就知道 為什麼JAL會破產啊 以前呢我去日本觀光跟團的時候 就搭到JAA跟JAL 欸現在已經沒有JAL了 那個飛機真是這個又髒 然後服又差 然後這個餐點又難吃啊 現在據說改善了一點點 但是比起呢這個這個 其他的一些航空公司呢 我強烈建議了 各位如果能的話 你就選擇這個華航跟長榮 畢竟呢這個大家都是自己人 好溝通 第二個是什麼呢 它飛機上提供的餐點 真的是好吃很多了 真的是可以讓你吃的這個 這個視覺跟這個味覺 都得到相當的慰藉 真的這個去搭全日空 跟搭這個JAL了 我是沒有留下什麼好印象了 那麼再來呢 還有一些人會問 那我們是不是在日本自助行的時候 我們要租車呢 的確這幾年 尤其台灣這邊呢 因為這個日本承認台灣的駕照 像我這一次去日本的時候呢 我也是拿了這個日本的這個 日文翻譯本 在日本那邊有開到車 但是呢我沒有上公共的道路去行駛 我強烈建議各位你要思考一下 因為在我們這些左駕的地區 我們是靠右行駛 日本是右駕靠左行駛 你會不會過一個彎你就逆向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尤其我們會開車自駕遊呢 大概都是去一些比較荒郊野外的地方 你說你在市區你跟著車流走那還好 你在鄉下地方 你可能一個右轉你就靠右 一個左轉你就靠右 那是不是會造成這個逆向的問題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通常租車公司 他提供的車輛 都是一些陽春入門的車子 所以他的配備也不會很好 安全配備也不是很足夠 那在這種前提之下 尤其是什麼 尤其你到一些下雪的地方 這是不是夠用 還有呢千萬不要以為說 那下雪沒關係 我租個四輪傳動的車就好了 各位 四輪傳動也是有它的極限所在 不是說你四輪傳動 你在雪上冰上了 你就無敵了什麼的 千萬不要有這個想法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 你要不要租車呢 你真的是要三思的後行 因為我後來我算一算 我沒有租車 甚至我到後面有一天 我去了這個北陸地區 那麼因為趕時間 我搭計程車 我算了一下我來回的車資 我在這個車站旁邊租一台 這個小轎車都滑著來 但是最後我沒有租 為什麼因為那邊下大雪 就是積雪積的很厚 我就降著安全上的疑慮了 所以要不要去租車呢 我建議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當然了也很多人租車 租到後來開開心心什麼的也是有 只是大家自己評估自己的能力了 好的那我這一次的行程 是在2011年的1月中旬到1月下旬 當時是考量說過年的時候 機票真是太貴了 主要是負擔不起 所以我回來的時候 剛好是在過年的前一個禮拜 那時候機票還沒有漲價 當時剛好如果你對日本的汽車有研究的話 當時我剛好遇到什麼 東京改裝車展 就是所謂的TOKYO AUTO SALON 後來考量一下還是沒有去 因為第一個他在前夜 第二個我對改裝車也沒什麼興趣 所以後來就沒有去 那麼至於要不要去日本的車展 各位可以考慮一下 尤其東京車展 我們剛剛講是改裝車展 東京車展你去了你會覺得很無聊 因為它裡面都是發表一些概念車 然後也沒什麼行路可以拿 裡面我們印象中最好玩的就是什麼 就是TOMICA它有一個限定版 你可以在那邊排隊 大概就那樣子 跟你想要中的車展差距是很大 它只是散布一些概念 散布一些理念 就這樣子 至於要不要去 各位可以看一下你的行程 能不能配合得到 那麼我那一次 我機票最後是買華航 而且為了考量到成本 所以我是傍晚5點的飛機起飛 那麼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其實你傍晚起飛你的機票會比較便宜一點 雖然有些人講 你這樣子第一天就爆掉了 你這樣第一天浪費旅館的錢 我告訴各位 第一天記得一定要睡飽 第一天不要再安排什麼行程 你去調整一下時差 當然我們一般去日本 大概時差都是一個小時 所以其實還好 但是更重要是什麼 第一天不要太興奮 你去適應一下水土 去適應一下那邊的環境 像我在那邊就鬧出一個笑話是什麼 我們華人的習慣 你到了一個新的地方 就是拿一杯家裡帶來的水 跟那邊的水 對成一杯水把它喝下去 那我就想說 那我要去旁邊的便利店去買水 結果我到了check-in的飯店的時候 怎麼附近便利店都買不到水 後來看到有賣法國的高級品牌 貴死了 後來我才明白 因為日本的水可以升飲 因為在台灣這邊水是不能升飲的 那我才想到 那我乾脆就飯店的水 跟我自己帶來符合航空公司規定的水 對著這樣子喝 試一下水土 所以我第一天到飯店的時候 已經基本上11點了 那我就稍微附近便利商店晃一晃 那我就趕快去洗洗睡了 那這樣子呢 其實也累了一天啊 所以我第一天晚上睡得很飽 那麼至於第二天之後呢 我有什麼樣精彩的行程呢 嘿嘿我們這邊就跟大家賣個關子 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只是跟大家起一個頭 跟大家講一講 我在2011年曾經有規劃一個 這樣子非常漂亮亮麗 日文叫做Sparashii的一個 日本自助行的行程 至於這趟行程有什麼精彩的東西呢 我們在未來的節目 會陸陸續續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囉 好的以上呢 非常感謝各位收聽 希望我們這一集 開始勾起大家去日本玩的 燃燒這個魂啊 這個玩樂魂啊 也希望我們早日這個疫情 可以趕快過去呢 讓我們大家都可以回復到疫情前 那種自由自在 到處移動這種美好的日子囉 好以上非常感謝各位收聽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們 其他精彩的節目內容 我是Celsier 我們下午再聊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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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絲